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13日 拉鲁斯预趁机复仇学生队 周二清早 阿甲继续进行 学生队主场迎战拉鲁斯 两队新球季开局表现截然相反 金杖自然对气势如红的拉鲁斯迎面看高一线 学生队本就是一支实力有限的队伍 上季收官排名阿甲第18 其中-12场是下半区较多的队伍之一 在休赛期 学生队也确实去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友谊赛寻找感觉 不过效果不理想 面对彭拿鲁单场失三球输波 对阵图库慢体预会只获合局 一和一副足以反应球队没有达到要求 进入新赛季 学生队首轮就遭到当头一棒 不仅延续友谊赛的糟糕表现 又再次失两球 次轮开局闪电式破门取得领先后 一度以为他们能够痛定思痛 奈何很快就被对手扳平 最终又是一场合局 此一过后 学生队过去四仗未尝胜绩 攻守都毫无特别出色地发挥 球队亦因此排名没留 此翻面对来势汹汹的拉鲁斯 学生队难记厚望 其实拉鲁斯的实力也不强 上季排名比学生队还要厚 甚至近两次对阵后者还遭遇败账 整体是处于劣势的 但今非昔比 拉鲁斯经济强势来袭 一改过往的精神面貌 首轮面对高龙喜迎开门红 次轮再拿下圣罗轮速 尤其是还是在人数并不占优下取胜的 这两场胜仗非常提振全队的士气和信心 目前排名阿甲前列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 拉鲁斯开局两场胜仗场场都攻入两球之多 期间虽说没有稳定的得分点 但胜在人人有机 P玉佳 奥洛斯高和利安杜 戴亚斯等攻击好手都有入球进账 进账他们的表现值得继续期待 拉鲁斯如今状态正胜 此番球队迎来复仇的绝佳时机 阵容方面 门将L·摩拉里斯和中场L波坚奥停赛受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